大家好,我們是第二組,我要畢業格 我們主要蔡宏毅,江國民在實行,蔡英國 我們主題是MySports運動社群APP 我們這次研究的專題分成八個部分 動機APP介紹、工程特色、實際運動辦理、APP優缺點、未來展望、結論和資料來源 先說我們這次為什麼要做這個專題 就是因為我們主人觀察到大家生活中的人 就是同學老師那些或是一些上班族都很少在運動 我們希望透過這次專題 然後讓大家能建立一個很好的運動習慣 那剛剛講到大家都不運動 那為什麼大家都不運動 因為運動是一件很無聊的事對不對 很花時間而且很無聊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建立運動習慣之後 幫助使用者也能找到運動中的樂趣 再來也是為什麼你會覺得運動無聊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沒辦法記錄 因為你不知道你這次運動消耗了多少熱量 然後你甚至也不會記得你上次什麼時候運動 最後你會覺得算了就把它給它爛 就是不運動也沒差 所以我們會也希望能夠在運動過程中 我們可以記錄詳細的記錄你運動的過程 那最後就是大家關心的體重控制 也是我們的重點之一 再來開始介紹MySport這個APP 它是IOS跟連座椅平台都可以通用 那我們上面介面是大概有一點差別 那功能都是一樣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們是覺得 iPhone版它的介面看起來比較舒服 所以我後面用的圖都是 都是iPhone版的 這邊只是告訴大家它兩個平台都可以用 那再來 大家可能會覺得運動平台APP這個 很多人做 然後 都一樣 那我們現在下面就是要跟大家講 MySport哪裡 跟其他的APP哪裡不一樣 就是我們挑了六格它的特色 第一個是它有20種熱門運動讓你選 然後搭配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 有一些不同的顏色跟圖案 就是方便讓你一目瞭然 那第一頁 MySport它其實特別強調 需要位移的運動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頁跑步自行車 那都是自行車就包括了三項 那這個後面會再講 再一個很特別就是它有螢幕鎖 就是 當你開始運動的時候 MySport會幫你鎖上螢幕鎖 那你就可以避免不小心碰到 然後暫停 或是 你可能要重來 就是整個 整個重新開始 那這裡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我們這張圖它是iPhone版 然後它的螢幕鎖是上滑 那Android版它是往右滑 就是剛好兩個平台相反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這樣設計 還蠻有趣的 然後 再來一點就是 剛剛也有講到 運動的時候很無聊對不對 那MySport就設計了一個 你看運動的時候 按下音樂播放鍵 那就會跳到 這是我們範例就是 iPhone它內建的 裡面內存的音樂 就是你手機 放進MP3檔的音樂 那我自己個人用的是 因為 MySport它可以用FB單入 那 我有下載一個 叫Spotify的 音樂軟體 它也是用FB單入 那我按下音樂播放鍵 它就 自動會跳到Spotify的播放器材 呃 算是非常方便啦 KK棒是應該也可以用 KK棒是應該也可以用 再來如果你 很喜歡跑步的話 這第四個功能 如果你很喜歡跑步 但是你覺得 在運動場繞圈子很無聊 你就可以 照它推薦的路線 它 MySport會幫你推薦 呃 你可以 適合你運動的路線 然後你可以去挑戰它 再來MySport也很重要的 也算是它主打的特色 就是 它可以記錄你運動的軌跡 這個是要開GPS 然後 邊運動邊 邊測量的 然後 右邊這張圖是電腦版的MySport 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人 它做自行車運動 沿著東海岸騎 然後沿途拍它街景 最後製成這張圖 那 它也很類似 那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一個APP 叫世界迷路 就是那個概念 然後 你可以 把你在運動過後 有軌跡 留下來的地方 可以把它製成一張地圖 所以我個人還蠻喜歡 這個功能 最後一個是社群互動 MySport 它有內建一個 和FB很像的動態圖 它牆 就是你每次運動完之後 它都會自動上傳 你可以看到 你的朋友運動過的紀錄 你也可以跟他PK 或是 你可以偷偷看 他都在哪裡做什麼運動 然後照片也可以在這裡上傳 那我們 小組成員 賴思琳實際 用了 這個APP 然後 可以看到他選擇 健走 然後 開始運動 最後 完成之後的紀錄 他還蠻詳細的 就是 可以 他花了28分鐘 走了 2.5公里 然後 步數 3647度都有 消耗了 146大卡 再來我們 分析了他 這個APP的優缺點 首先 先講優點 螢幕手 剛剛說過的 那語音系統是 你開始運動的時候 會有一個 開始運動跟結束運動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 小解的聲音 就是還蠻貼心的 再來 強調社群互動 多樣運動類型跟結束音樂及造型功能 剛剛前面也有提到 再來是他的介面是完全中文的 就是 沒有障礙啦 詳細記錄運動中各項數據前面大概有看到 再來 他 很 令人意外是他免費而且沒有廣告 就是 看起來很舒服 他也不會在你背景程式執行 然後 頭號你手機的電 再來他的官網方便查詢整理 你以前運動過的資料 但是 你如果用省電模式的話 GPS還是一樣精準 再講到他的缺點 室內運動像是 因為他 MySport很強調 測量距離那些位移運動 前面有講過 室內運動像是 跳繩射肩這些 就 沒辦法用距離很量 也沒辦法測出 他跳的幾下 就是你跳的幾下跟 你的 最快的速度 然後再來是他 GPS是 每間隔5秒就取樣一次 算 如果你在做那種快速位移的運動 像是 自行的競速的話 可能會太長 就變成說他 畫出來的軌跡圖會誤差很大 第三點是他手機 你手機接到通知 就是 LINE或是 FB之類的通知 你可能會中斷你的記錄 你就必須要重新開始 或是 再來一次 第四點跟第三點蠻像 就是 這個 買所有他容易不穩定 然後造成一些數據 會很離譜 就是高的下人或是 歸零 第五點 較久的運動需要分段紀錄法 這一點是 沒那麼重要 因為 他可以支援 最多可以支援到200公里 然後一直用到你手機沒電 在未來展望的部分 前三項就是 針對前面的缺點做改進 那我們 我們希望 買所有他未來可以配合 財團或是大企業 辦更多的活動 然後來 吸引更多用戶來使用 就是我們的結論 買說他是 使用上非常容易上手 然後有 很多貼心的小功能 他的GPS也還算精準 你在運動之餘也可以 和朋友分享你運動的過程 然後也結合音樂照相資訊 就是 我們前面 動機也有講到 可以 增加你運動的樂趣 這一點 MySport是 做了一個蠻好的詮釋 然後MySport到現在 有吸引了5萬多人下載 那我們的報告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